9月19号苏坦委员会将北达米纳石油公司前任总经理卡仁列为液化天然气贪污案的嫌疑人 苏坦委员会主席菲尔利表示在经过调查后 北达米纳石油公司前任总经理卡仁被列为2011年至2021年期间发生的液化天然气贪污案嫌疑人 卡仁将被拘留20天而拘留期也将随着调查人员的需求而延长 据了解苏坦委员会此前也曾飞往美国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相关部门会面以深入调查此案 不断的方式的研究 您的角度上关注的研究 烈迹剧院 heartless事院中升上共和8月黄合体 цен 时间到20天天共和2014年 而至19 本土2013 明年共和8年共和2023 《家立业监云派》 《家立业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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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guera